主锅呢应该是两刀三刹吧 翁巴猎的猎在皮壳上你看到它有多少猎 基本上里边就有多少猎 皮壳上没有猎 你们很多人见这样的料子 卖家会告诉你们它是个木纳 我告诉你它是翁巴猎的料 皮壳它比较板 它跟木纳是有区别的 翁巴猎的料子呢有个特性它免重 或者是说它的种呢到不了位之后它懵懵的 但是翁巴猎它的春料是最牛逼的 给你们鼓励个知识 翁巴猎还有什么特性呢 翁巴猎的猎在皮壳上你看到它有多少猎 基本上里边就有多少猎 皮壳上没有猎 里边就没有猎 这也是翁巴猎的一个特性 我来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料子 2.6公斤 这个皮壳像不像一个枕头 非常非常的完整 猎的位置是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说这个料子看完之后肯定是很完整的 手刀呢估计有两到三条 这地方呢大方没忍住 就可以蹭了几口 可以看到蹭的位置是肉质漆黑漆黑的 而且是起胶的一般 然后背面 压灯给你们看一下效果是很漂亮 是很有特色的一个东西 很甜很甜的 很纯 这种手刀出来的话是非常努力很漂亮的 拿这样的料子价格低呢也拿不到的 今天罗给我兄弟 废话不多说 能动手那边操场实弹出真理 预期预判再毫无 没有用 实际结果开完之后什么样 那最初没问题 现在再考 好了 这个大大的翁巴猎开完呢 过来给你们看一下 典型的翁巴猎厂口 看到没有 开着大窗两面 非常非常的完整 手刀呢是随便剁的 应该是两到三条吧 是非常有特色的那种 带点黄卫 很漂亮的 怎么样这个东西 开的很漂亮的 好了 飞驰出品 逼你新品 喜欢飞驰的双鸡 加关注 按你们